为了提升校园内环境卫生安全 在这开学日将近的几天内 珠山镇公所也积极进行校园消毒作业 乡镇内多所学校做好消毒 但开学后学址在校活动 卫生安全更有保障 我们今天整个全镇的31所学校 要进行全面的校园消毒 这也是镇长特别指示 在开学之前协助学校进行消毒工作 预计要花两天时间 将所有学校的校园 全部做一次消毒 因应防疫政策 珠山高中校长陈汉敏尼表示 校方已做好晚餐的规划 来迎接开学日到来 让学子能够有安全的环境 可以求学活动 2月22号正式开学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镇公所 为我们进行这个户外的环境区域的 一个公共的消毒 那我们在因应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除了召开了两次的 这个防疫的会议之外 我们也进行 我们把我们的宿舍 前面的进行的消毒 那接下来我们在2月22号来之前 学生进教室之前 我们也都发给所谓的消毒的一些用品 那以及进校门 我们要量测体温 我们务必把我们 在开学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做得最好 那保障我们学生 这个救学的安全 先远参门而感谢政工所的 用心规划 保障学子开学后的卫生安全 并提醒学校及学生们 开学后也要确实做好防疫 以避免疫情再度蔓延 学校即将开学 那我们在此也非常感谢 我们主任政工所 那重视学生的校园安全 现在疫情还是继续在延烧 那感谢政工所把我们 竹山镇的学校全数消毒一次 那也希望说在开学之后呢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 戴口罩勤消毒 要记得要洗手 那也在此也要拜托 我们学校的老师 也能够重视这个环节 在学生的进出校园安全的一些防护 一定要确实的一个来做到 让疫情能够安全的度过 议长和尚峰肯定政工所的用心规划 而在这疫情期间 也呼吁各校开学后 更要做好防疫及卫生工作 才能够让学子在校活动安全如鱼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